台中北屯 總戰夜市人群擠爆 轉眼被勒令停演 沒想到現在照樣很擠 只是擠的是一整片 機車山 機車海 偶爾還會看到 怎麼會有人推著手推車來啦 好似多 總戰夜市 機車山 機車海 原來美食賣場在隔壁 暫時借給好鄰居停一下 不過總戰夜市最近隨時 要捲土重來 網路看出端逆 更新進度不間斷 之前夜市在這裡就堵車了 你看現在外面都是車 攜帶之餘可沒忘記 先前慘況 交通癱瘓 業者如火如荼整地化現 現在走路四分鐘 多一塊汽機車停車場 之前偷跑開幕四項 讓城河沒過關 而如今 很多的商業行為 都在這整個區域發生 所以整個交通的一個評估影響 跟整個引導的規劃 我覺得我們要從長的來考量 最終複審中 經發局說食品安全 過了 清潔維護 核准 消防安檢沒問題 只剩讓居民遊客消費者 最有感的停車跟引導問題 交通局聯手警局正在審查 這邊是路口 這邊是路口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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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到了最終審查階段 如果過關 取得營業登記 總監夜市還得向台電 申請攤販用電 業者截稿前聯繫不上 開幕確切時間未定 不過看來不會等太久 加油 三立新聞張展志李建營 台中報導